这个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 文艺不是那种 鼓吹和去帮着诈骗的人 这个也是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文可在2020年初的那些视频 天天晚上在GTV里面做视频 在油管里面做视频 他那个蛊惑人心的那些词语 那些所谓的理论 影响了多少人 而这个文艺 他只不过是 你要说他是以前什么CCP 大陆里面文工团在 或者说是唱歌的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他不会去提 说鼓励大家去投资 因为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 和知识滴累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说不出道不白 洗币是咋回事 区块链是咋回事 所以他也没有在这方面做恶 我对于文艺和文可之间的区别 我说出我的观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的观点